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浪哥怎么说也是一个高手高手高高手 面对粉丝们热情的邀请 浪哥也是盛情难缺 今天咱们就来挑战一波粉丝自制关卡 觉得浪哥能挑战成功的 就给浪哥来个点赞 觉得不能的 就在屏幕区发个电谣嘲讽 但是嘛 浪哥的实力在这边摆着呢 想必小伙们一定会给我点赞的吧 首先是第一张图 这个图的设计还是很有意思的 狗子被岩浆包围 稍微动一点点就被秒杀 然后呢 蜂巢在正上方 两边有两个土块 其实这样的关卡呢 很简单的 只需要呢 把上面两个土块圈起来 当支撑点 然后再连上狗子 在狗子周围呢 画个保护圈 哎 你们看 纹丝不动吧 这又叫高 啊 这 话还没说完呢 就输啦 这看来不能小看这一关啊 我给你们分析啊 刚才输呢 是因为蜜蜂 一直动我上面这个支撑点 所以导致不稳 狗子才英年早逝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两边各画一个小角 增强一下稳定性 这不 小蜜蜂急得要死 而我们的狗哥 稳如泰山 轻松通过 嘿嘿 浪哥的实力啊 在这摆着呢 懂 这一关呢 看起来也很难 所有东西 都集中到了最下面 只有六个蜂巢 但浪哥呢 一眼就看穿事情的本质 看我的 画一个小瓶瓶 把狗子和土块装起来 哎 看到没看到没 这就是智慧 不费吹一挥之力 就完成了小粉丝 给辣哥的挑战啊 好的 让我们看看 还有没有更难一点的 哎 有了 你们看 这个蜂巢里面 有个绿色蜜蜂 绿色是强者的象征 所以这个绿色蜜蜂的战斗力啊 也是非常夸张的 它可以喷射毒刺 远距离攻击狗哥 所以这一关的我啊 打算这里 画一个大脑袋 镇住蜜蜂 来吧 先画一个轮廓出来 然后呢 再点缀一下发型 中分头 非常低酷 再画一对大眼睛 还有嘴巴也不能忘了 所以我呢 稍微修饰一下 对了 小伯伯 世界上有四种好 早上好 中午好 和晚上好 那你们知道 第四种好 是什么好吗 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 不好了 鸡哥也挣不住这些蜜蜂啊 可怜的狗子啊 直接就被秒杀了 可恶 作为一名埃坤 我不能结束这样的失败 肯定是刚才的姿势不对 这次 我要画一个更加霸气的动作 来潇洒地完成这一关 柴老规矩 先画轮廓 然后呢 就精髓的中分头 脸型画好之后 再添加一个背带裤 完成 好一副扣蓝图啊 小黑子们 你们的末日到了 哎哎哎大哥 大哥 你咋又拉胯了呀 不带这么玩的呀 其实吧 这一关不准活的话 也是很好赢的 咱们直接围绕土块和狗子画一圈 然后呢 蜜蜂的攻击就毫无作用了 轻松拿下 怎么样啊 好了小朋友们 这就是本期 救救狗狗的全部内容了 还想看浪哥画什么 或者挑战什么 你们想看到的关卡 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浪哥我 浪哥火速给你们安排 对啦 别忘了点赞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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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